Woo 光啊,為什麼你會帶我來IFT IFT這裡可能不說你不知道 除了是一間學校之外 山頂上還有一間非常出名的餐廳 解節當前當然要帶你來試試 還不說走? Let's go 第三位,香草龍蝦忌廉湯 第三位,香草龍蝦忌廉湯 看看這個湯是不是很特別的造型 對,它的賣相像杯咖啡春奴一樣 沒錯,這裡的大廚煮食除了好吃之外 造型賣相上也特別之有心思 好,我們可以試試 可以試吧 剛才大廚跟我說過這裡的龍蝦湯 除了用龍蝦的配料之外 還特別用了蝦頭 令味道特別香濃和特別鮮甜 對,而且我覺得加了忌廉湯之後 一起喝很滑 而且我很喜歡吃麵包 混合起來應該更棒 沒錯,第三位 香草龍蝦忌廉湯 Yeah 第二位,非洲雞配雜菜中東米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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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非洲雞配雜菜中東米 哇 是不是很特別呢,Kaku 對呀,我想知道非洲雞是否真的非洲才有 其實不是的 其實非洲雞是一道很出名的奧普菜 在澳門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 但是這裡的非洲雞都有它特別的地方 你試完之後有甚麼感受 我覺得看上去好像很辣 但是吃得上去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辣 而且它的椰汁味是很濃的 你吃的是甚麼 這個是中東米 很特別 它本身的米的質地很小 而且加上一些皮脂肝和瓜的粒 口感很特別 第一位,鶴丸海鮮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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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鶴丸海鮮飯 鶴丸? 那就好像我們今天這一生做完一樣 沒錯,Kaku 你可以立即試一下這個飯 因為這個鶴丸海鮮飯很特別的 它的配料是沒有用過芝士的 是嗎? 我的醬在減肥 很適合我 對 雖然它沒有用過芝士 但是它的湯底和汁 是用了很多蔬菜和魚湯一起打成的 所以它也可以保持到 海鮮飯那種濃郁的口感 那不如再試幾口 吃得太好吃了 另外有回到學生時代的感覺 第一位,鶴丸海鮮飯 Good Kaku介紹了幾樣這麼好吃的食物 給你吃之外 還要提提你 其實旅遊學院的教學餐廳這裡 還得到了2013年 米芝蓮的車胎人美食大獎 這麼厲害嗎? 但是它會不會像學校一樣 會放假嗎? 其實這裡 週末和公眾假期都是休息的 對,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如果你想和朋友來吃東西的話 星期一至五週日時間 每天除了午飯和晚飯之外 還有下午茶和快樂時間 時段 對,你可以帶多些男生來吃東西 不要說這些 好,下集有什麼好吃的 再和大家吃好東西 Good Good Good